哈囉,大家好,我是爸爸曹仁 那我現在在進行星星這邊打這個曹虹啊 我發現這個曹虹的寶物真的很好耶 就是他會掉這個煉獄魔刀啊 昨天的話我睡覺前有打到一把 數值的話我記得尾弓好像是161把 然後我就擺那個交易所啊 我擺140斤了,沒想到就賣掉了 那我現在身上又有一把這個尾弓 163的強化三次了 這把的話估計應該也可以賣超過100斤 在這邊交易所這邊有販賣紀錄 煉獄魔刀已賣出啊,最後收入129斤元寶 還不錯,所以我現在又在打他了齁 只要看到九十幾級的王就打齁 發現九十幾級的王啊,掉了100斤的裝備真的很好賣 二三十斤都賣的掉 那這個的話,尾弓漂亮一點的話都可以賣差不多快100斤 我看是不是運氣好還是說真的沒有人在賣,看一下好了 煉獄魔刀 打錯了,打成魔刀子的魔 哇,199啊,這個更貴啊 這個尾弓163的賣199啊 那他會擺這個價格,應該就是這個價格賣得掉齁 199,所以我這把話應該可以賣200了齁 尾弓跟他一樣,而且我強化四處還三次啊 就是武力低了一點而已齁 好吧,再看了齁,看一下競標場有沒有好東西 沒有,現在時間的話大家在吃飯齁,現在是6點58分齁 很多人在吃飯,連假第二天 我搞不懂為什麼煉獄魔刀可以賣那麼貴的價格 因為我覺得加11啊,或加10的這個85的武器也差不多才100斤而已 那煉獄魔刀的話,加0的就可以賣超過100斤 這邊沒有,這邊沒有,這邊有啊,加11金鐵眼月刀啊 我覺得金鐵好像是85幾的吧 那等到加11的話其實成本很高齁 結果沒想到只能賣100斤而已 那反而這個100斤的裝備啊,尾弓高一點就可以賣超過100斤 真的蠻令我壓抑的 昨天那只是睡前亂擺而已,結果就真的賣掉了 好啦,現在打這個炒謊的話,蠻輕鬆的齁 我覺得這個90幾的王陣只是80幾的程度的一個強度而已 好,剛剛好像有看到巨石耶 喔,不是不是巨石,那個是頭彈 好,現在很多人在受巨石 我看一下這個法陣的話 神像,局 法陣,賦能 詳細 賦能三階的話 呃,這邊就是覺醒三,賦能三的話 攻擊次數變為四次啊,巨石 那,哇 我知道他哪裡強啊,他可以降低別人的火防啊 降低15%齁,然後基礎威力的話也加蠻多的 但是就是,目前還沒有問到有沒有朋友 就是有把這個巨石給他點滿齁 就是把這個化身給他點滿 目前還沒有問到 有的話再給他打看看齁 看看會不會痛了 好啦,打完草虹,就先休息 蛤? 看誰的錢包比較大 這是你的錢包,為什麼你有錢包? 好 好 我跟爸爸的一樣 對,那你那個還給我吧 我們一樣大 該不會這隻打完又一把吧 希望那麼幸運的齁 哎呀,他沒掉啦 這次沒掉了 沒掉了,那可能是我真的運氣好 超好的話我總共打五隻吧 總共打應該不超過五隻啊 那就掉了兩把另一魔刀 目前掉的機率是40%左右 這家獨龍坦不好賺了 暫時來這邊打一百等的王 OK,掰掰 拜拜